如果你十三岁的话 你觉得这个距离还可以再远一点吗 不会 不会 如果十五岁呢 有一点远 那如果二十岁呢 有一点远 可以再远一点是吗 如果二十五岁了 可以转身离开你妈妈吗 但是你可以不都看看她 只要看她见就行 二十五岁的时候还不愿意离开是吗 好 有多不愿意离开呢 有几分 六七分 六七分 那你和安心之间有一个什么呢 我想要橡皮筋 橡皮筋 这个橡皮筋有多粗 不要太粗 有弹性是吗 对 她想走她就走 她想回来就回来 好好好 就这样 好棒 挺好的 回座 通过刚才的这个心理测试 您发现了什么样的心灵秘密 那这个测试呢 说明安心呢 现在对妈妈很特别的依恋 那对安心的方向呢 是你今年十二岁了 马上就要少年了是吧 就意味着你越来越长大了 你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啊 妈妈就会越来越把 属于你的权利呢 交给你 所以你的方向可能是 要更加自我一些啊 七八岁的时候才能保护妈妈 否则的话 十八岁的时候可能还是个 一脸妈妈的孩子 听明白了吗 好 好